王女士和李先生都是二婚 在一起已经有十年 起初两人相处和谐 可最近四年 他们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以前是很在乎的 就是最近四年 这一段感情几乎马上就消耗尽了 谈及这四年所发生的事 夫妻俩都叫往不迭 我觉得我自己委屈 我就是一日就这样付出 什么也得不到 是什么扰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一片 围绕着钱的问题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 而让我们更为疑惑的是 已经共同生活了近十年的两个人 为何在四年前 突然出现了经济问题 当进入调解现场 王女士说了这么一句话 有人在里边指点的 王女士这话亦有所指 他觉得有人在背后 故意破坏两人关系 其目的只有一个 你说的 跟哪个女人过不好 离婚他俩就不过 是吧 我明天就可以去给他过 行不行 可以可以 没问题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和李先生又是什么关系 他会是夫妻俩关系 走到今天的关键所在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金牌调解 摧毁婚姻的凶手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王女士和李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解决我们这么多年的压抑 心理的委屈 她是一个男人 该担的不担 主要指的是哪方面呢 我有时候说身上 手艺有点紧的话 叫她帮助一下 她都不愿意叫 然后就说 这该我拿的 那不该她拿的 你说的这个该拿不该拿 指的是钱是吗 对 所以你指的她该担的 不但是经济方面 对 我希望要求不大 就是说 今后呀 她多少有点改变 就是要有个男人的样子 就是说该担的担起来 该挑的挑起来 我又有个肩膀依靠 都行了 经济方面呢 并不是说 她说的哪回事 她是从去年 才开始挣钱 三几年都是我一个在干 我一个养家糊口 我不怕吃苦 我能干 我不抽缺钱 但是我确定是 理解 体贴 关心 以前最起码 我在外面 赶快回来 就起码有人体谅吧 有人关心吧 这四年来不一样了 一路走得好辛苦 说起来拒绝是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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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